看一部电影提百味人生 这里是唐司令书电影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 世界奇妙物语 25周年秋季电影导演片之 X 据说动物有未知自然灾害的能力 人类也是动物 那我们也会提前预知灾害吗 或许看完这个故事 你就明白了 楚野先生是银行的融资客长 这一天他和属下来到一家工厂 常看工厂提出的企划 是否值得他们进行一番融资 工厂社长为了争取机会 不惜跪在地上 希望他们能给予这最后的希望 楚野有点为难 假意说回去考虑 实际上早就想好了巨头 属下温馨提示 如果他们不融资 那工厂可就真要关门倒闭了 楚野教导属下 做事不能感情用事 对于这种难以服起来的公司 与其增加一笔坏账 不如早点让他们死心 属下自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想必楚野能换到这个岗位 凭的是他这股狠劲吧 楚野虽然世界上有点成绩 但家庭关系 却处理得不是很好 是这个家里最没有存在感的角色 女儿呢经常嫌弃 她把牙刷放错牙杯 但她却不以为意 不过总体来说呢还算和睦的 一个寻常的早晨 楚野照例被闹钟叫醒起床 头上出现了一个大大的叉 在洗脸的时候发现了 她以为是女儿给她的恶作剧 洗了半天都没有洗掉 她问妻子 有没有看到她额头上的叉 妻子一点反应都没有 还催促她赶紧上班 不要迟到 一路上 楚野都用手帕遮住额头 生怕被人看到会笑话她 对着反射镜再三确认 那个叉没有消除 只好用手帕遮挡了下去 到公司的时候 她还找属下进行了一番确认 结果她和妻子的反应一样 都说没有看到 楚野还以为符号消除了 跑到厕所再看一次 叉子符号依旧还在 而且颜色更深了 回家后的她依旧不死心 又问了一次女儿 结果女儿说她是不是太累了 出现了老眼昏花 楚野这才意识到 这个符号好像真的只有她能看见 楚野听从了妻子建议 去了一趟医院 做了一次脑部扫描 检查结果没有任何的异常 但由于楚野坚持 自己额头上有个叉 医生也不好说她是个神经病 开了点镇定药 打发她走人 对于这个结果 楚野显得很无可奈何 直到她撞见了一个 和她一样的人 楚野和那人对视了几秒 就像是找到同类一样 两人兴奋的要命 当然那在外眼眼中 应该是两个神经病吧 那个和她一样 额头都被划了把叉的叫做一田 是一家拉面店的老板 他们一起吐槽了那些糟心的经历 不管是被人误会 还是当神经病 现在找到了对方 总算有人能理解自己了 一田比出野 早两个月头上长叉 即便如此呢 她对叉的来源也一无所知 硬要说点和她相关的 那就是一田的老爸 也曾找过叉 但那不久后 她老爸在脚手架上摔了下来 当场死亡 气氛一下子变得安静了起来 二人心里隐隐感到 叉的出现不是什么好事 可能就是死亡的预兆 出野有点不想承认这个事实 开始自欺欺人了起来 周末在家休息的出野 在电视上看到了一条 非洲爱博拉病毒的新闻 据说一名刚从非洲归国的男性 出现了发射症状 为了判断其是否感染病毒 现被送往医院接受检查 下一条新闻 知名小说家因脑梗塞 在医院不幸去世 他的生前录像带被放在了电视上 出野注意到 这个已死的小说家 额头上有个X的符号 这样看来 查得出现的确与死亡相关了 他有点难以接受这个见识 立马拨通了一条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他的妻子 对方告诉出野 他丈夫因为心脏病 前几天刚去世 这个消息又如晴天霹雳一样 把出野吓得一愣一愣的 出野去参加了一条的葬礼 看着已故一条的额头 那个X符号消失了 出野相信了X符号的含义 接受了自己即将死亡的预兆 看着有说有笑的妻子女儿 他没有把死亡的事情告诉他们 出野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险 一旦他去世 妻子和女儿还可以靠这份保险金生活 他想通了 既然死亡躲不过 怕也无济于事 不如趁着有限的时间 把自己该做好的事做好 他开始好好和女儿相处 好好爱自己的家人 好好工作 还把上次拒绝融资的工厂找了回来 给他们修改了企划书 和社长洗手一起努力下去 这一次属下也对他由衷敬佩 只是令人难过的是 这趟追求真母的旅途并未持续多久 出野就迎来了他的死亡日 在老婆生日的那天 出野兴高采烈地买好礼物坐上了地铁 结果发现对面的乘客 旁边的乘客 还有站着的乘客 每个人的头上都有一个插符号 他意识到这趟车厢肯定要出事 所以在到下一站的时候 疯狂劝劫大家一起下车 可是没有人相信他 出野无可奈何地下了车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不仅是车厢里的人有插符号 车站里的人也有 他疯狂地跑到了地面 大街上的人也有 这下他可慌了 他立马跑回了家 心机如焚地想要去认妻子女儿的安全 连掉了的礼物都管不上了 如果说插的出现代表死亡 那现在每个人头上都有插 是不是意味着一场 大规模摧毁人类的灾难到来 回家后的出野翻找起了护照 他对着妻子和女儿说 这个国家要发生大事 不能再待下去了 可那时的妻子和女儿 额头上已经有了一把插 那时电视上播放了一则新闻 早前从非洲归国的男性 现已确诊为感染爱博拉病毒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 他们的头上都有一把插 这时劳动大臣开始发话了 他说感染病毒的男子 已被转移到隔离区 还请大家放宽心 他们保证 不会让爱博拉病毒 在国内散播开的 但只有出野知道 现在人头一把插 很显然爱博拉已经扩散 才会出现这般大面积的死亡预兆吧 伴随着出野口里的医生骗人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所以因为一个人害惨了一个国 虽然有点扯啊 但我只能说这个故事脑洞还可以 好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电影 不妨点击下方的订阅 评论点赞走一波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